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卿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内心事件 有一句很流行的话 叫做天才向左分子向右 这似乎用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就把天才和分子既区别又联系起来 仿佛分子和天才的唯一区别 就是他们思维方向上的差异 难道天才和分子之间只是一念之差?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案件真的主角既是天才 也像一个疯子 我们先来看这个天才的表现 他在小学12岁时 智三167 是属于那千分之一的那部分人 他16岁时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 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 就解开了困惑大学教授 十几年的数学难题 写的毕业论文在全美国也只有十个左右的人能看懂 哈佛大学的教授个个也非烂得虚名 可见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数学天才 他25岁博士毕业时 就被美国加州大学西白大学的名校 争相聘请为教授 就是这样一个天才 前途繁花似锦一片美好 可几年之后 突然间他悄悄的退隐山林 自己在门纳纳州的偏僻郊区里 买了一块小林地 自己动手盖了一间小木屋 一个人在那里自由自在地 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七年之后 当他呈现江湖时 却是邮件炸弹客的神秘身份 他直接威胁美国政府和学术精英 怎么个威胁法 在1978到1996的18年间 他以邮件炸弹威胁恐吓 大学研究机构的精英们 让他们放弃遗传生物技术的研究 这些爆炸造成了三人死亡 几十人受伤 以及18年的恐怖 一个天才变成了分子 这是为什么 从现象上看 他自小春莹过人 课程学习对他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而他周边的同学 都是比他年龄大的孩子 这也阻碍了他正常的社会化 没能发展起正常的人际能力 和正常情感 虽然学习成绩很卓越 实际上他是在孤独当中 长大的 所以他也只有把所有的精力 投入到学习证去了 在哈佛大学上学的时候 美国中央情报局 一项关于意识 对行为控制的心理学试验 让他感到很害怕 他认识到 人类将会成为 某些权威和精英的宠物 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 对抗社会 对抗权威的偏执认知 反社会的人格 就此开始形成 在他自己那间小木屋里 七年的田园般的生活 他过得很自在 然而游客不断地打扰 和经济开发活动 让他感觉到痛苦难当 难以忍受 他开始偏执地认为 人类的工业文明 必将带来人类的悲惨命运 因此他决定自己来挽救 人类的命运 救普通民政于水火 于是他开始自制炸弹 以邮件炸弹的方式警告 获得罗伯尔奖的两位 遗传生物学家 停止研究 后来他又不断地 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 安放炸弹 取名为炸弹运动 认为炸弹运动中 对一些人的伤害 是警醒人们的必要措施 只是附带的伤害 是值得的 筋疲力尽的警察们 一直在努力 可是无可奈何 找不到放炸弹人的影子 警察无可奈何地问道 你到底要干什么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后来他要求警方 发表手写的3.5万字的宣言 叫做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否则就要炸掉一架飞机 警察在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刊发了他的宣言 并以此为诱啊 征集线索 他的哥哥看到纤约书时 就向警察举报了线索 实际上是他的嫂子 以女人的直觉 判断这份纤约内人 很符合自己丈夫的 亲弟弟的风格 警察得到这条线索后 很快就在小木屋 把他抓获了 此时 这名炸弹客内心感叹道 我所仰慕的人 我所爱慕的人 我所性爱的人 都彻底的抛弃了我 这指什么 是指他曾经信仰依赖的 国家权力机构 学术精英和家里的亲人 都抛弃了他 最后 在1998年 他为了延续他偏执的理念 以承认有罪 不得散述为条件 换得了真身监禁的处法 他就是震惊西方世界的 美国天才人物 邮件炸弹客 卡钦斯基 他当年还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分面人物 2020年 他78岁 这就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偏执性人格的犯罪者 这类人 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呢 其实 反社会人格 是最早研究的人格障碍之一 早期称为 被得狂 没有疯狂症状的 造狂症 造狂症本身是精神病 他是没有这种症状 很像造狂症的人 就是指没有道德的人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1976年 美国犯罪学家克莱克利的著作 叫正常的假片剧 在这本书当中 列举了反社会人格的16条特征 核心的特征是 反社会性 没有道德感 以及极端的自以为是 这类人一般来说还比较聪明 比如说 卡钦斯基在投机邮件炸弹时 故意写出收件人地址 当邮件被自动退回收件人时 那所谓的收件人 正是他首要袭击的目标 这很有计谋 又有很好的伪装性 而这类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升级版本 就是精神变态 注意不是精神病 它只是反社会人格障碍 一个特殊类型 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加拿大精神病专家叫罗伯特海尔 在1995年编制了一个精神变态 临床清单 这么一个评估根据 来发现这类潜在的危险的东西 它被业内评为 检测精神变态的环境标准 它包括两大核心特征 第一他们具有冷酷无情的人格特征 他们内心冷酷无情 不仅没有基本的道德感 而且会主动去寻求刺激 就是一般的刺激 对这些人来说 他感觉不到 一般我们普通人认为的刺激 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这种人内心是很狂躁的 我们平常说树欲净分不止 这种人就像这棵树一样 本身是不想静下来的 第二个特征 这样的人表面上很有魅力 却是极端的自我真心 自己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感 相应的 他就有强烈的控制欲望 但是表面上一点不会显露出来 这个特征很危险 这样的人伪装性很好 很有欺骗性 其实他只对极少数的人 有建立情感的需要 1990年 有一个电影叫《沉默的羔羊》 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 其中的心理医生Honeyball 就是很典型的精神变态者 其实那个电影故事 就是来自于联邦调查局 破坏的精神变态者的真实案件 可以看出 反社会性能格障碍和精神变态很相似 又有一些不同 在美国的罪犯当中 符合反社会性能格障碍的罪犯 有三分之一左右 是精神变态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2016年 我国侦破的一个政大案件 犯罪人是不是这样的人 在1988到2002年的14年间 在甘肃省的白银市 发生了一系列专门残害女性的案件 白银市区发生了9起 后来内蒙古的包头 也有两起相似的疯狂案件 有11名女性 惨遭强暴杀害 她们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几岁的女性 歹徒的手段非常常忍 令人发指 被害人除遭到强暴杀害之外 身上有很多处的刀伤 有的刀伤多达几十处 甚至被害人的部分身体组织 比如说双手、乳房、性器官、皮肤 竟然被犯罪者切割取走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88年 1988年的5月26日 一名23岁的女子跟被害于家中 被害人的身体基本陋露 上身更有26处刀伤 6年之后 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 被害人年纪更小 19岁 身上更有36处刀伤 再过了十年之后的1998年 在这一年当中 疯狂的案件更加频繁地发生了 这一年当中更有四起案件 最小的被害人只有8岁 比如 1998年的1月16日 29岁的女青年被害于家中 身体全身侧裸 上身有16处刀伤 大家再次记住 1月16日被害 上身更有16处刀伤 而且被害人的背部 有一块皮肤被精心的切割取走了 案件并没有就此停止 较劲的案件发生在2002年 被害人是25岁的年轻女性 虽然和最初案发的时间 有14年之久 但作案方式就完全相同 这被称为犯罪惯记的特征 从这些血腥的案件当中 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出 犯罪人在犯罪期间 真年的面目 精心的选择了年轻的女性后 事迹作案 直接进入居住的场所 强暴虐待杀害 被害者身上 只有一两处致命伤 可是都有几十处的刀伤 这表明是对女性的宣泄性的仇恨 这个犯罪人高成勇 已经于2016年的8月26日 在DNAY技术的帮助下 侦破杂货 他在持续作案14年 又停止犯罪14年之后 被杂货 更历史28年 这个犯罪人已经于2019年初 被处决 认识他的人都不相信 他就是那个血腥的犯罪人 他平常很内向 沉默寡言的 有记者问他 二十多年来 你对被害人和家属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你有什么可说的 他表情很莫朗 没有说一句 悔恨和道歉的话 这是假装的吗 不是 因为他有冷酷无情的人格特质 没有懊悔感 没有慈悲之心 审讯人员问他 你为什么要强奸杀人啊 他回答说 过了一段时间 不强奸杀个人 心里就很不舒服 可见 犯罪人 是接到两种变态心理现象 人格障碍和性变态 在人格障碍当中 它是属于精神变态 在性变态当中 它是属于虐待狂 这是在两种典型的心理变态的结合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色情杀人狂 这是一个精神变态的性变态者 在冷酷无情的侵害中 除了性欲满足外 还有重要的是虐待动机 我们可以从被害人身上的许多的刀伤 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此之前 有一个与钢门805案高度相似的案件 这就是美国臭名昭著的班迪案 在1974到1989年期间 班迪奸杀了36名白人女性 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下 他与高成勇根本没有联系过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对方 但两人却有惊人相似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班迪此人 外表英俊 谈吐不凡 很有幽默感 而且还有心理学和法学 两个高等教育的学位 甚至还进入过 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会工作 他成小称名伶俐 受到过惩爱 有溺爱的童年 但很小的时候就有小偷小摸的坏毛病 在大学时 他无意间知道自己有不幸的出生 这让他面临巨大的心理打击 原来和他一起生活的姐姐 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的妈妈 就是一个未婚新育的少女妈妈 而所谓的亲生父亲 其实是他的外祖父 是为了保护他 而假装是他的亲生父亲 真正的父亲 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 这种人啊 在顺境当中 危险性并不一定表现出来 但是 在他大学期间 恋爱遭受情感挫折的时候 他感觉就像出生一样被人抛弃了 于是 他开始疯狂的报复年轻的女性 以诱骗的方式 非常残忍的奸杀了36名年轻的女性 比如说 在周际公路上 以车子坏了 来诱骗开车经购的年轻女性 他还有两次成功的越狱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犯罪的执着性很强 有犯罪的热情 比如他在三个月里 坚持减肥50磅 得以成功的 成狭小的天花板 空隙章逃脱 在第二次越狱后 他打听到佛罗里达州 没有死刑的刑法规定 他就选择在佛罗里达 进行没有淹石的自杀性犯罪 在法庭上 他以自己的法律 和心理学的知识 侃侃而谈 进行自我辩护 仿佛有理有据 头头是道 还在建议死刑的执行前 和一位精神病专家 进行了长达三小时 唐笑分身的研讨 研讨什么 引讨精神病态的激励 这很怪异吧 这就是具有邪恶心态的精神变态者 我们今天学习的内人是 反社会人格障碍者 他们具有精心策划的行为攻击性 他们没有基本的道德感 而精神变态者 一方面具有精心策划的行为攻击性 同时具备冷酷无情的人格特质 这也是这类人最为核心而危险的内在特征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升级版本 就是冷血的犯罪者 例如在2020年7月5日 发生在杭州的杀妻碎尸案 犯罪人许国立是不是具备 这种冷酷无情的特征 预谋杀害了同整共鸣的妻子 便花上几个小时来分尸 就是这般的冷酷无情 而且认识他的亲友 都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哈佛大学曾经对成功人士 做过一项调查研究 他们发现成功的核心品质 是激情、勇气和毅力 高智商、高情商竞券的外表 只是锦上添花 对此我们来解释成功的犯罪因素 犯罪成功的因素是有犯罪激情 胆大无畏、持续的动力 表现在本能的贪婪和性需求的驱动 而高智商、潇洒的外表 只是助纣为虐的因素 并不是必备因素 当然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和精神变态 多数都有较高的智商 这助长了他们犯罪的精心策划和社会危险性 著名的哲学家康德说过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最能震撼我的心灵 我思考的越是持久 沉浸之心就越是强烈 一是我们头顶那灿烂的星空 二是我们新增成高的道德法则 也就是说人类的文明有两大基石 一我们必须征询自然演绎的科学法则 否则我们就会变得愚昧 第二我们必须征诚内心成高的道德法则 否则我们就会堕落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